- 音樂專業和就業系列 好 歡迎大家 身體今天音樂專業和就業系列 這個系列就是我們 特地準備給中大同學 使他們知道更多 究竟音樂出來有什麼就業的可能性 今天我們特別高興 就是搶到陳嘉熙博士 做我們今次的訪問嘉賓 我在2003年就是香港立畢業 當時其實是沙克 好像現在我們的疫症 整個香港都很黑暗 不能用黑暗的 很迷惘的那些人 我們那屆畢業的同學都說 做甚麼好 我決定繼續去做書 那時候想著做一些學者 所以讀歷史音樂學 在英國讀完之後 又覺得其實英國的人都很厲害 我未必在那裏都有 找個飯吃 那就是泊在香港 我到達到香港的時候 我老師就是男人的前音樂老師 我叫我黃岩芳老師 他就說我打算去優勞 經緣巧合 他就打電話給我 問我有沒有興趣 所以在2006年 我就回來做音樂老師 其實因為很多學校都是你一個音樂老師 你一人有one man band 我們就說 很多時候你開一個月 自己和自己開 然後學校有慶典活動 你又要預備安排一些的同學演出 有時候你有些的創作活動 你又是要去幫忙參與 再者就是我們同時的學生樂節 去比賽 這些是佈餘的時間去做 所以確實是挺辛苦 時間非常需求很大 我想大部分學校的音樂老師都 一是合唱團 一是樂隊 那如果他的背景是合唱的 那順利成不相處是合唱 那他本身是一個拉樂器的人 或者吹奏樂器的人 他本身都會自己自翻樂隊 那另外那些可能是外聘導師 那說到外聘導師的時候 你一定少得意到樂器派 如果你少學的時候 更適合 那身為音樂博主任 你就是要負責去找合唱的導師 然後整個招聘過程 Draft Contract 這些東西很麻煩 我覺得挑戰其實幾樣的 比如在老師和學生的互動 我自己覺得現在的學生 其實是會很挑戰性 我用這個詞 他會問為什麼 如果我們還抱著一些 舊式的方法 你不要問他先做了 那很難跟學生 建立一些比較親密的關係 而沒有了這些親密的關係 其實那種信任 你在教導那裡 都是有點疾愛的 所以我覺得 首先 一個天字就是 你自己有開放的心 還有你是要up to date 你對社會發生的事情 對互聯某上發生的事情 都是觸覺性很高的 譬如有時候 有些學生 在一個音樂堂結束 他自己在那裡彈幾個 一些日本動漫歌曲 他就問你認識不認識的 他說不認識的 我說不認識的 你教我吧 他就很開心地跟你說 如果你說不要看這些 這些都不對 不合有 他們就會覺得 你這麼老套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天戰 就是你自己要有不當的心 去接受一些新事物 你要明白就是 在這個世代的音樂不斷地演變 而第二件事就是 跟同事之間的 在工作環境裡面的定位 一間學校只有一個音樂老師 有些同事或者同工 其他學校的老師 他們會有感覺是欠資源的 就說那些小孩的時間 一定要練習 不用他練習 那些 但是在那裡沒有這些 因為那個小孩有自由選擇權 他需要做什麼 讓他自己引導他自己 所以就會牽涉在你和同事的相處 如果和同事相處融合 人際關係好 那到學來搞音樂活動 都很順利 那就是 音樂活動 學校的需求有很多 就算是中教學校 有黎薩 又有我們叫做崇拜 那如果不是中教學校 也可能有一些 speech day 畢業禮 有些開放日 那其實這些也是你 你一個人沒有其他的時間 去額外 去擺多一些東西 在自己的網上 這是第二個挑戰 你第一 你自己個人的一些經歷 可以和他分享 避免他做了一些 可能走過於網路 第二 我在其他他的師兄身上 又看到一些其他的機會 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分享 那跟他關係比較親密 的時候 他的信任度會比較高 那 很開心就是 很多時候 不足以後 反而繼續 大家的友情 可以升旺 例如有些去讀外國 讀音樂 這陣子有很多 是興趣特國 有一個叫芬蘭 他們讀的時候 都會說 原來在那裏讀 學的東西 跟香港會有很多不同 因為他們的級 可能有五六個同學都會讀音樂 分布在不同 香港院下 有幾個可能是德國 有些分布 他們自己都會去溝通 就是有什麼不同 而我當中 都會到我學習 那我去看阿波元 都會這樣教這些東西 那我可以考慮 在我的課程中試一下 所以我覺得 這個教育相長 那個親密關係 令我可以 都繼續在他身上 我先講性格 性格一定可以懶 性格一懶的時候 很麻煩 因為 真的很多事情要做 還有 說真的 我們六點半要起床 比起八半 都幾辛苦 八半 以前應該都很辛苦 現在是六點半要起床 七點半要回到學校 所以 這個一定可以是懶 還有要有self-distance 自律 都覺得要 如果做老師不自律的時候 你在工作中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這個是性格第一 第二樣性格 我覺得就是剛才說的 開放的性格 以致受新事物 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紀 你今天覺得適合什麼 可能明天就是錯了 我經常都說 所以你沒有這個開放性格 沒有一個抱著 life long learning 我們說 沒有到處 都說 如果你不是想著這樣 你也很難在教育界 會有一番成就 生存 我覺得都可以 但生存 你看你生存有很多模式 有很多方法 我覺得 大家都希望再進一步 既然在中大 我們畢業的時候 都是有相當一可的地位 可以再想多一步 如何做一個好的日落老師 這個是性格方面 我覺得 這個要考慮 很重要 我覺得同學是有這樣的理想 方向 我們是想做音樂老師的 第一件事 就是要看一下 香港有中小學 要想一下自己的性格 是適合哪一類型 我們很知道自己的性格 不是太在意 所以中學可能 那些同學相對比較需求 是少一些你去關心一些 日常的活動 或者同族 等等 那我就先選中學 第二就是看學校 當然 有時候人找工作 公公找人 我們就是說 那一間學校 適不適合呢 取決於就是 你自己 明不明白那個學校的教育 當然 那些人士 我覺得每個地方 都會有他人士的特徵 但是 每間學校的教育 理念 和你自己想的音樂教育 或者你理想的崗位 是不是一樣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先全考慮 那如果是密合的 大家會配合的 那再看一下 那個工作環境 做主的時候 你是否可以和其他同事交 那你理想當然是交的時候 大家可以很多 很好的回報 但是可能這件事 十個裡面有五個都是交的 那就要自我檢討先 我們傾向 尤其是做藝術 當我們做音樂的人 很多時候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不是很不小心地 就擺在人家身上 但是每天是人人的要求 都一樣高 有些人是希望 教書都是當一個工作 然後可能有家庭生活 每個人有自己的不同地方 那我們覺得 自己想好自己之後 都要尊重 那在那個工作環境裡面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所以在建議工作的時候 第一樣都是 看回學校的發展 理念 是否適合自己 之後再在職場裡面 再慢慢看回 究竟那些同事等等 那些教不教 那至於說要讀些什麼呢 我們本科讀了音樂 其實現在香港教育教格之後 都是諸科專教 那學校的音樂老師 當然要音樂被罪畢業 思外 那重要是有一個教育文 那我想中大啊 港大啊 浸大啊 很多的學校 大專院校本地的 都有提供這個教育文 那大家可以考慮就是 做著教師 跟著 如果有學校請 先去補讀 可能要兩年的兼讀課程仔 那或者你是 我已經始至做教師了 我一畢業馬上去報讀 那一年 就這樣做 那大家自己可以考慮 那我覺得在一個教育課程裡面 可以學到就是 很多入到學校做實習的時候 和你自己理想的 以前看著一個老師做事 是有幾大的差別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課程 來的 我自己在華人裡面做合上指揮 即是靈魂入民的時候做 但是那時候都不太懂得自己 那當時我那個老師退休 都有跟我說過 不如去上指揮過程吧 那也介紹了幾個指揮給我 學一些基本的指揮技巧 那幾個指揮都是一些 的orgestral conductor 我們叫做學程指揮 那相對學的東西 都是基本的打拍 演繹等等 那人生裡面就很順暢的 接著又遇到唐聖偉教授 我想可能阿正教授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合唱指揮 那他給我很多機會 去學怎樣指一些合唱條 上台 來教我 甚至就是每一年 我們學生幕志之前 都會特地抽時間 來看看我們的合唱條 和我指成條 那在旁邊就給了很多意見 那可能有很多人會不喜歡 有些老師就說 不要在旁邊說 我要專業的 要在學生面前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對我來說不是的 反而我可以讓學生見到就是 就算我是他們的老師 我也是需要學習 因為有一個 再厲害一點的大師在那裡 那所以我們在過去十年 我們經常去海外比賽 或者一本地演出 請海外的教授來 我都很希望那些教授 當然他講我可以怎樣去令我進步 而那些同學見到 又真的不同了 一個老師的動作 那我自己有學習 在他們之前有學習 還有很多時候 暑期我都會參加 很可愛的指揮方程 那過去十年 你說我的指揮道路 其實都是一直這樣成長 到現在我仍然覺得自己是不可以的 就是很多的指揮技巧 所以我仍然覺得有待改善 所以比同學的中谷 都是謙卑的 可能是謙卑的兩個字很好 就算我已經是個學博士 但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白紙 多少少東西 不要說白紙一張 但是一定要繼續學習 一個是一六年 我去加拿大 B.C. 省 B.C.省 他有個叫Kadami 的地方 那個地方其實叫做 Power River 我都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但是他搞那個合唱 只得搞三十多年 他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他是host family 參加的人不需要被報名罪 host family 現在就包了食宿 那之餘呢 其實是很吸引很多不同地區 不同州 世界各州的人去的 有非洲 有澳洲 等等 而在那次的比賽 我們第一次不是在一個concert方面的比賽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在香港 經常以為 比賽一定是文化中心的 莫廳 大會堂 acoustic 很好 我去到那裡 Power River 這個地方 是theater 加一些acoustic shell 說對你一個大挑戰 你的功力少 你的聲音是 扔出來的 而我有很多的同學 其實年紀都比較小 那麼 那次比賽到達之後 我的訓練 即是要轉訓練方法 方針 是令到同學 是不怕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而可以一起去唱出來 那結果這個方針是很 很重要的 我們贏了那次的中決賽 那種決賽也很好 很開心的 他會有一個圖騰 一個圖騰柱 送到香港 那個圖騰柱 有一個人再高一點 現在放在校園 某一個地方 那見證著就是兩地的文化鴉 這個很開心 每次經過的圖騰柱 都會勾回他們的圖騰柱 而第二個 印象深刻的比賽 就是100年去補充 補充 補充我們可能聽過這個名 我也是香港人 或者在高中本身很出名 就是歌舞團 原來我去到才知道 高中歌舞團全是女班 裏面那些藍角 全部都是女士班 這個歌舞團 多錢到就是搞合唱節 搞了34年 這個合唱節是很高的獎金 所以我第二次難學的經歷就是 贏取獎金 拿了這個總管軍之後 我們有一本很可觀的獎金 接著有些同學 每天我們答應給他們一萬日圓 他們要吃東西 他們說不如剩下一點錢 你們在學校 資助我們這麽多次去表演比賽 那一刻很感動 據說可能那些同學說的時候 很無心 很敢說出來 但我記得現在 會回歸的 是很開心的 我的作品主要都是合唱作品 在中大之前 在演藝學研究了兩年的 Facial Diploma 那時候就會合唱和其他戲樂 那時候開始 就把合唱作品放在自己的合唱團 演出 原因都是受到教授和盧大師 兩位的前輩就是 如果你有自己的合唱團 你很認識他的聲音 你可以創作給你自己熟悉的聲音 和你知道他的能力是最理想的 等於一個創作人 知道那個演奏者 他將會是演奏演奏 而他創作的事情 會來得到真龍 所以在2008年開始 我就多了創作給自己的合唱團 而每年的夏制音樂節 我們也有學界盛市 我們都會為合唱團 唱到一至三十個曲 有運聲 有系統行聲 有時海外比賽我都會的 有些海外交流 我們有時跟上海、台灣 和不同地區的合唱交流 我都會創作一些特別的角色 所以我自己很開心 就是可以把這個技巧 真實地用回到我自己的環境裡面 當然也有試過創作給香儀 有其他瑞典的合唱團 也有 但是那個感覺 就有點revolved 譬如不知道香儀 同學我唱的時候會怎樣 我雖然會看過幾次 如果在學校 你每天跟他練 你見到那個製成品 慢慢慢慢要停留好了 這個是我自己最感動的地方 時間是真的辛苦的 例如我們七點半就起床 接著八點半就開始上課 你在每天的空堂 你不可能會創作到的 很多時候 你的聯合唱團 已經是晚上六點 估到七點了 我通常都會吃少許東西 就八點鐘開始創作 去到晚上十二點才來學校 有時 周末 讀博士那幾年 通常一星期六天 都是處理博士的課程 因為除了作曲 我自己也有 蔣教授和藍物教授 論論分析的課堂 要交功課 看Reading 所以 那幾年 這星期六天 根本上都沒有了 幸好 有個選格 坦白說 做教師 有個好選格 你自己去追趕 和完成自己的論文 所以 天下的事情 都是這麼辛苦的了 我說 黃天不符有商人 除此你有恨心 其實 你都可以折到時間出來 這件事 其實都很 有一個淵源 在2009年 我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 前前的華人音樂老師 剛剛去年過世 李德君老師 他就做了一個協會 我們叫做香港音樂網 做協會 做了執行委員會 副主席 一段時間 他退休了 但他都會不忘 就說 陳家希 你有些時間 你都執行不做幾年 不如你也幫忙 選擇 做執行委員會 的會員 我都聽他的話 他就選 2009年開始 就入了執行委員會 處理音樂節 可能是合唱 一些項目 我開會的時候 都兼顧一下會務 可能 1213年 就有聲音 就說 不如你做副會長 因為 可能開會的時候 表達意見比較多 我都很開心 大家都覺得 有些新意見 會好的 我就嘗試 去到去年 疫症開始 結果有些難關 可能大家都聽過 一些節奈要被取消 要因為疫症 這個時候 他都需要人去幫忙 去帶領 所以我都決定了 一起去幫忙 去大同國會 希望透過疫症 做一個轉機 然後再發展 會的新一會 所以都做了主節的崗位 年期 頭頭尾尾在議會 都十年 我覺得這個會 是很難走的路 為甚麼 因為大家對會的認識 未必是很新 只是搞音樂戰狼眾志 賺很多錢 首先澄清 會沒有錢賺 真的 因為所有的營藝 我們三年三年去 以前這樣加價 這場租是香港的租金 真的很貴 評判的錢都算是少 這場租很貴 根本上都是 平衡的 平衡 我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到 因為我們在浪中業會 到現在 都很堅持 要有一個高質素的比賽 平衡 給香港的學生 在浪中和音樂方面的分子 我們為甚麼堅持 請海外的評判 中文浪中就難了 中文浪中真的難 但英文浪中和音樂都請 海外評判 就是因為香港 如果我們經常聘請 我們那批導師 專家 可能會缺乏一些 外面的一些新思維 我們的學生 其實得罪就少了 他們已經不是每一個學生 都有機會出國去演出 如果我們可以帶一些 外面的professional 那對學生來說 就有個得獎 還有那百多元報名費 當然是無法遮蓋所有的 教育局的資助也有學校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不要有一個 我會賺很多錢 其實真的沒有錢 我們做義工 大家都很有心 疫症 疫症裡面 浪中節都貼著 有六萬多人參加 音樂節也有四萬多人參加 加上也有十萬多人 已經沒有了 團體音樂舞蹈 我們沒有了集中 沒有了合唱 沒有了這個orchestra 都保持到這個人數 所以這件事我想 在座很多讀音樂的人 其實小時候都參加 我浪中節音樂節都參加過 現在到明年七十三屆 一開始七十四屆 我們怎樣把這件事 推上袍裏 其實就是我們的使命 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 我慶望會 在疫症之後 可以在IT上發展 這裏都有機會可以說 在過去一年 轉了網上模式 其實很多的情況都很困難 例如怎樣去交一些錄影片 我們以為做得很順利 交錄影片 原來音樂節 放上YouTube A.I.會說你 緩判班權會 鎖了你 整件事 不過做的 立即要想對策 要擺一個 可能是雲端的平台 協會都是一邊做一邊看 希望大家都兩界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一個 這麼大型的學校比賽 我們講的每年 平時是三十幾萬人參加 哪裏有這樣的地方 會有這麼大型的平台 給這些同學做交易 我們找不到 找到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去做這個 只是交易 但同時 我們都會向前往 在疫症過後 我們會不會有新的項目 大家都習慣了錄影 交一些演出 會不會有些 category 我們的比賽 可以用錄影的模式去交 可能我們在物理上 人體上 地理上 不能去做一個合走 但透過互聯網 或者IT 會不會有些category 一些比賽項目 可以做這個 未知 但我們不斷在想 一些新別